关于当前通胀形态 三朝两日 不同的经济数据 一直在演变 投资者的看法 也改了又改 变了又变 事实上 不同的数据 如今指向颇有不一之处 对于投资者来说 表面尝试增加了分析的难度 毕竟结论不容易达到 起码不是所有数据指向同一方向 然而 这亦是半杯水的道理 何以有此不一致的表现 佳因通胀已经受到关注和重视 央行连番进取的收紧货币政策 某程度上亦收效 才有如此者般的形势 正因如此 才有美联储一众决策者 之前试过暂时不加息 等待更多数据 也试过近期 近乎二口同声的表态 认为债市投资者真金白银压住的买卖行动 债息急升 已经迅速反映美联储有需要加息这一点 尽管当前数据未必完全得出通胀绝对受控 相信颇长时间之内 也未必可以得出此结论 但反过来 却不等于央行不可能暂缓步伐 说起来 投资者如此关心通胀 因为对于普遍投资者来说 这个指标具有指导性 投资项目能否抵得实质购买力的下降速度 当然是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 通胀影响央行家式决定 则有关投资能否跑赢资金成本 甚至最起码的无风险利率 都是投资者 要着实考虑的机会成本 当然 影响投资的 不止这些 就以近日来说 最触目的当然是地缘政局紧张 新闻消息所见所闻 本质上都是令人紧张的东西 此外 对于个别投资者选股 留意业绩期的个别企业的表现如何 然而 不论宏观微观 甚至突发的地缘政局事件 这些相对随机的因素 大家不妨跳高一个层次去看 近年不少人 一直在质疑 传统的股债比例组合 是否仍有意义 尤其股与债 其实不一定是外界上 当然的以为是互为替代 尤其股与债的回报 长期来说是轻微正相关 在组合分散风险上 未必如大家想象般有用 此外 亦有不少人质疑 应否保持长线投资 或干脆迟现金变算 尤其各处危机四伏 以上关乎不少机构专业投资者 非常重要 影响比起一时三刻的升跌更甚 因为一旦某个想法广为接受 大规模买卖行动将跟进 事的 危机时 每每令人质疑长线投资的价值 以至一些外界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例如股债混合组合 也可能在短期看来 暂时失效 果如是 部分投资者选择放弃 实属人之常见 事实上 关于上述投资理念 过去十多年的非常时期 在量宽和超低利率环境下 已经有相当多人批评不合时宜 要面对当前的现实 非常时期变得有非常手段云云 说起来 这些批评未必不合理 尤其在不同环境下 同一投资风格 可以承受明显的亏损压力 或甚至未到亏损那么严重 单纯是持续跑输其他方法 已经足以令投资者改变初冲 当然 不小行之有效多年的方法 其实关键正是 长远持之以行才有相当修成的效果 中间过程的承受风险能力 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分别 究竟是长远而言正确重要 亦或短期能够承受相关风险重要 因人而异 没有绝对答案 就像这种批评未必不合理 就像这种批评未必不合理 就像这种批评未必不合理